大家好,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在周三的旁晚,汉职联友好戏上演 到时全北汽车和水源三星将于全者的主场一决高下 全北汽车近期整体表现更新水源三星一筹 而且前者对阵后者已取得三连胜 有势捧围明显,加上金仗主场作战 全北汽车青红在网 另外,M直播到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尽管全北汽车联赛至今表现并不算强势 但整体演出还是有所交代 前16轮联赛过后,他们录得百姓四和四负的不续战绩 暂时职28分排在职分榜前列位置 出色的防守表现显然是全北汽车抢分的依靠 价任拒地联赛至今均长失球数价为0.75角 防守能力贯着韩职联群雄 至于近况方面,全北汽车最近十轮联赛豪取七胜两和一副的骄人战绩 其间股斯泰和、牵力基、霸罗以及邦本尼、鱼等主攻 主要攻击手困有入球进长 状态不足的攻击群金仗显然能给水元三星后防线施加巨大压力 金仗主场迎战禁方未如理想的水元三星 实力强劲的全北汽车肯定不会轻易错过全取三分的大好机会 水元三星方面,他们最近明显真胜范力 球队正近四仗各项赛市仅取得可怜的一场胜利 其余两和一副 其间更加有两场果粒无收 可见球队现时的攻防演出难尽人意 由于近期频频失分 水元三星已经下滑至继分榜中下游附近位置 球员信心可为备受打击 更为糟糕的是,水元三星今季作客表现尤为糟糕 在前七轮联赛作客赛市当中 他们一胜难球 仅得四和三负的劣迹 作客抢分能力为居联赛末流 那显然被球队今次出征梦想一层阴影 再者,水元三星对尽全北汽车已经惨遭三连败打击 球队明显被对手压制 因此水元三星今次实在不移高估 多谢收听,记得like和share我们的片